最近一直陷入各種的迷茫 是什麼事情讓我陷入這樣迷茫呢 當然就是台灣 一方面口口聲聲 你是自由民主 但是你放在生活裡面就是 有某些人才有自由民主 一樣的行為 你對別人破漆可不可以 你去占領機關可不可以 你用暴力可不可以 可是為什麼台灣的法律 就是說你可以暴力 但只有一種人可以暴力 就是台獨人可以暴力 2014年反對兩岸的福茂協議 太陽花占領立法院 後來又佔領行政院 結果現在2022年 太陽花全部都無罪了 而且當時造成立法院 造成所有的這些傷害 他們一毛錢都不用賠 他們是由郭台銘 王金平 他們去弄了錢來幫忙修理 所以打砸搶 沒事 那反而是當時立法院被佔領了 行政院被佔領了 警察要去處理 面對這種非法聚集的動用暴力 警察怎麼辦 今天一個小偷爬窗子 拉扯大門進來我家裡面 我不能夠把他拉出去 那你看台灣的法律 1月27號台灣高等法律 認定警察局要賠償受傷的民眾 總共140萬8169元 扣除一審的判決 賠償111萬以後 台北市警察局還要再賠29萬 而且台北市政府跟台北市警察局 不得再上訴 高等法院承認沒有核准 承認這些人違法 也承認這些人用暴力 破壞巨馬了 用暴力 然後他說 原警為了保護機關的安全 避免危害公共秩序 可以強制驅離民眾 但要符合比例原則 你可以強制 強制我把你弄出去 強制但要符合比例原則 我告訴你多奇葩 他說警察強行驅離這些人 過程造成身體挫傷 合法沒有違背比例原則 但周尼安等15人 頭皮撕裂傷 頭部挫傷等等這些傷 應該不是原警以台報拉離的方式 他看錄影畫面 證人證詞 他說部分原警 愉悅比例原則 高院還說你警察可以強制驅離 但是你強制驅離要怎麼樣呢 拉台 要用溫柔的方法 和平的方法 把他們弄出去 所以我不懂一群賊人用非法的手段進入行政院闖入所有的辦公室 警察要用溫柔的手段不能夠超過比例原則 那這個比例原則誰決定 什麼叫做比例原則 那你對比何韻詩 何韻詩是一個加拿大人 他呢支持港獨 他跑到台灣來參加政治性的活動 台灣的法律規定外國人進入台灣不得參與政治性活動 這是一個 所以何韻詩在台灣違法這沒有意義 他在遊行的時候呢 給他潑漆 然後警察大陣仗搜捕起訴11人 你比對一下 這個占領行政院這個影響比較大 還是有11個人 他們不高興何韻詩影響比較大 何韻詩本人有沒有提告呢 沒有 1月27日台北地方法院依毀損罪判統促黨的主委 胡志偉呢 有期徒刑三個月 其他十個人不罪 判決書說不同黨派的人互相攻劫 不是在司法個案中 眾判就能夠遏制正本清源 要各個政治人物以身作折 胡志偉呢 對於何韻詩是政治立場相躲 同時他不滿 何韻詩是用觀光的名義進入台灣 但是違法參加政治性質的集會遊行 所以潑漆是要給他難看 這個法官他不想重判 但他認為你違法了 你犯罪了 那麼我請問一樣的標準 太陽花有沒有違法 有沒有犯罪 這有公道嗎 中國大陸所面對的很多的困境 麻煩挑戰 其實是來自美國的有意為之 那美國的這個黑手背後當然是布林肯 布林肯在1月24日參加一個座談會 他說美中關係越來越有對抗性 但是是什麼原因造成美中越來越有對抗性 他說在於在世界舞台上許多方面 中國更專斷更有侵略性 他說儘管拜登一上任就對對中政策 兼顧競爭跟合作 但是很大程度上遭遇諸多的敵對 就是中國一直要對我敵對呀 他說對中國完全脫鉤是一個錯誤的概念 美國近年洋氣多邊主義導致中國全球角色加重 他說就是我們美國不要一個人跟中國對干 我們要多拉幾個人 我們不要放棄多邊主義 先講他第一個 他說是中國專斷並具侵略性 我不知道中國侵略哪裡 不要丟名詞 中國侵略哪裡 中國跟印度邊界的爭執 印度所說的他的態度他的立場是站在哪裡 英國殖民印度的時候 英國片面化的邊界 他認為那個就是我印度的國土 英國把中國的國土化進印度 中國就要認是嗎 這個就是現在中印邊界 不管是西段中段還是東段 所有的來源矛盾就來自英國統治殖民印度的時候 中國有侵略韓國嗎 有侵略日本嗎 有侵略越南嗎 中國的南海九段線 那你不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嗎 而且現在所有有爭端的深左國 大家都坐在一起談 請問中國侵略在哪裡 有侵略性的不是美國嗎 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 應約跟布林肯通電話 我們要注意啊 這個貓尼在應約 是布林肯求著跟王毅通電話 不是王毅要跟布林肯通電話 美國有沒有打台灣牌 有 美國是不是用多種的手段在干擾北京動奧會 有 第三 美國有沒有在打造各種反華惡華的小圈子 而且布林肯啊 自己還在講說哎呀我們要用過邊主義啊 我們要繼續打造這種小圈子 王毅說 疫情後的世界會面臨新形式新挑戰 但大國競爭不是這個世界的主題 也解決不了美方跟各國面臨的問題 這句話什麼意思呢 你美國自己自身有很多的問題 有種族問題 有階級問題 有經濟問題 但是你要轉移這種衝突跟矛盾 你就把它轉移成中美的矛盾 你這樣做是解決不了的 他說 作為前兩大的經濟體跟聯合國的安理會 常任理事國 立足在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啊 王毅苦口佛心的勸奸 你覺得布林肯聽得下去嗎 你要讓這些豺狼古堡用他的強盜邏輯 哎我打新疆啊 我打台灣牌啊 我對付你東奧啊 全世界的娛樂在我手上啊 我怎麼講你 我照搖一張嘴啊 屁搖跑斷腿啊 他以為他奸起可以得仇 不然的話沒有人會這樣幹 所以王毅這樣說 布林肯說 美國的一個中國的政策沒有改變哦 他這個是在回應台灣的問題 是他已經把這個一個中國的政策已經 掏空了 明明白掏空了 嘴巴上講一個中國政策 他又說我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跟你中國的不一樣哦 我們還要跟台灣往來哦 我要賣給他武器哦 我要賣給他更多的武器 貢獻性的武器哦 我要讓台灣走路國際哦 你看看 在宏都拉斯總統就職典里就有這樣一個賴清德走到美國副總統賀錦麗的面前自我介紹 那賴清德要呈現的是什麼呢 台獨要講的是哎你看我台灣的副領導人我見到美國的副領導人哎呀美國副總統 怎麼樣很對等吧所以美國是把我當成一個國家來看的他要的是這種效果 那美國就在玩這種擦邊拳 布林肯說我美國一個中國政策我沒變啊 然後他說美方會為美國運動員參加冬奧加油也祝願中國人民青春快樂 然後他說希望中國發揮影響力 你看要利用中國了 要中國去說服俄國退一步 要中國幫著美國去解決美國跟俄國中間的衝突對立 但這很難啊 烏克蘭的問題 這是個結構性的衝突矛盾的問題 是你北約要東擴已經東擴到俄國俄羅斯的家門口問題 就烏克蘭東西部嘛西部親美親歐洲他想要加入美國 那他在俄國這邊啊烏克蘭的東部比較親俄要獨立建國 烏克蘭又不承認所以衝突矛盾點是這裡 這中國能幹嘛所以布林肯可能自己要想清楚為什麼他一定要跟王毅通電話到底要說什麼 王毅說的話他到底有沒有拼進去 我有沒有在打台灣盤 我有沒有惡意在污蔑新疆 我有沒有故意要分裂中國 布林肯啊布林肯 應該要自己問問自己的理論 根據台灣的媒體傳出來消息 民進黨打算在今天通過總預算案之後就宣布開放福島核實 國民黨接收到這個傳言之後呢就佔領了立法院的主席台 我們看到這個照片 從中間有我的朋友葉玉蘭 我的好朋友費洪泰委員 有幾位以示抗議 那為什麼民進黨要在總預算通過以後才要宣布呢 因為他知道總預算案關係到錢呢還是等總預算案過了以後吧 那國民黨收到這個消息後 佔領主席台 如果你敢這樣的話我就推翻主席台讓理會開不成 我看一下那上面沒有蔣萬安 我不知道蔣萬安跑到哪裡去 我就訂了蔣萬安 因為蔣萬安想要選台北市長 ffeia 輪村 廣告 提起 Baker 您 現在 ersten